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经典科幻片《星球大战》 很久很久以前的遥远银河中,邪恶的银河帝国控制了整个银河系 各星系居民饱受暴政之苦 反抗军的飞船从秘密基地袭击邪恶的帝国军 盗取了帝国的终极武器,死星的射击图 死星是一座武装太空站,威力足以摧毁一个星球 在邪恶帝国军的追捕下,丽亚公主急着将偷的设计图护送回航 用来解救她的人民,并且使整个银河系获得新生 然而帝国军追上了他们,并且逮捕了丽亚公主 所幸死星的设计图纸,早就被她藏在了机器人的身上 并且已经乘坐逃生舱离开 帝国军的头领韦达发现后,立刻下令对其进行抓捕 小金人和机器人降落在了塔图阴星球 被卢克的叔叔买下用于工作 卢克却在对他们进行修理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一条丽亚公主留给绝地武士欧比旺的求救信息 这个人刚好一直陪着卢克长大 卢克也通过这次机会了解了 自己的父亲死于黑化绝地武士 也就是帝国军的头领维达之手 绝地武士力量的源泉被称为元力 是世界最本源的力量 维达正是被元力黑暗的一面所引诱 协助帝国杀掉了几乎所有的绝地武士 欧比旺看了丽亚公主留给她的讯息后 明白任务是将机器人护送到阿尔德兰 将死刑的图纸送到反反军的手上 他决定邀请卢克跟着他学习元力 并且一同前往 但卢克并不愿意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直到他看到曾经的家已经被帝国炸毁 叔叔和阿姨都已经死在他们手里 他决定跟随欧比旺一起去阿尔德兰 学习元力成为一名绝地武士复仇 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找到一艘飞船 但是帝国如今正在四处搜寻他们的踪影 负债累累的索罗正是不二人选 爱财如命的他当然会为了钱冒生命危险送他们 去阿尔德兰 但他们还在路上 帝国军就利用死星炸掉了阿尔德兰 欧比旺也通过原力感受到了这一切 很不幸他们被死星巨大的磁场吸引迫降 幸好他们躲在飞船的舱室没有被发现 他们想要离开这里必须灌掉死星的磁场 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欧比旺身上 在临走之前他对卢克说 飞船上的卢克和索罗 机智地搞到了两套帝国士兵装束 救出了被囚禁的莉亚公主 但当他们要回到飞船的时候 周围都是重兵看守 索性他们都被欧比旺和伟大的打斗吸引了过去 众人得意趁机溜进飞船离开 但欧比旺也牺牲了自己死在了伟大的剑下 异性人逃到了反叛军的基地 分析出了死刑的构造 只有破坏了他的反应炉 才能够彻底毁灭死刑 于是星球上的人们都进入了战斗状态 准备驾驶飞船去攻陷死刑的反应炉 在无数的战斗机冲锋线阵后 罗克驾驶着飞船到达了反应炉管道前 正在他准备投放炸弹时 欧比旺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 就在死刑准备炸掉星球的时候 罗克使用原力将炸弹扔进了管道 炸掉了反应炉 整个死刑都在太空中爆炸消失了 他们也成了反抗军中的英雄人物 还有丽雅公主为他们带上勋章 我会告诉你们 我看电影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希尔多和瑞秋吗 我不会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继续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顾经典哦 科幻这件点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不愿意